好我們要再來看到又有人到中國去賺人民幣去了 我們看這位誰啊 德國總理肖茲啊 大家就覺得我還不是言由在耳 歐盟不是大家還開會說我們要脫中 我們要去風險化 我們要降低在中國投資嗎 有嗎 好我們來看肖茲呢 他帶了企業團去 而且企業團人家是有這個席次有限 報名請早對不對 大家爭相報名誰去了 企業天團 搶破頭的 最後打一架之後這些人可以去 西門子啊 你看製藥集團的默克拜爾啊 賓士 BMW呢 中國叫寶馬 高層強迫頭要跟著肖茲去中國 為什麼 因為中國市場還是很大 這個德國跟中國之間的貿易 中國是德國 這個最大的一個這個貿易國 已經連續八年了 所以這很難去風險很難脫鉤 特別我們來看到為什麼車廠都要去 最近在中國的市場 他們的銷售量都是在下滑的 好那怎麼樣去多賺一點 人民幣回來刺激一下德國的經濟呢 士東哥為什麼德國還是要跟中國這個非常緊度深度的一個依賴 沒錯這個蕭茲總理他上台之後 其實因為他們後面有包括綠黨等等一些其他同盟 那他們其實這過去的立場是比較反中 那其實蕭茲本身他們的政黨屬性沒有那麼的反中 那當然因為這個聯合內閣的關係 加上美國一直對中國這個進逼之下 還有歐盟自己本身的態度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蕭茲對中國的態度 倒也沒有說很有善 但是他其實他也從來沒有說過什麼要跟中國經濟透過 他自己本身沒有 倒是他的外長副總理是一直這樣講 所以他自己沒講 他自己沒有講 他身邊那些人一直講 一直講一直講 因為他身邊的政黨其實其他同盟政黨是比較偏向強硬的這個政策 那因為他在這幾天的時候照這個造訪中國 他帶了非常多的這個參訪團過去 好那14號的時候他其實先是在這個重慶這個地方 然後跟很多在中國的這個投資的一些德國企業說 我們德國不會跟中國進行所謂的經濟脫鉤的這個狀況 然後15號的時候他都到上海去 建了很多這個跟這個外貿這個外貿的這個商會的代表 德國本身的公司 然後16號的時候他到北京的時候 會跟這個李強跟習近平見面 所以看起來的話他其實這一次的這個立場來說的話 希望帶著這個德國的參訪團 在中國有更多商機 那你看其實他跟他一起去的 包括說農業 交通 還有這個環境部的三位部長都來到這個中國 另外他還帶了一大堆的這個德國企業 包括西門子 默克 拜爾 賓士還有BMW等等的企業 都來到中國訪問 那當然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在中國挖掘更多的這個商機 那我剛才就講嘛 德國目前為止是兩手策略 我剛才說到他們的外長副總理常常都在批評中國 但是蕭之本身倒是沒有講太多話 所以你看他變成是兩手策略 一個就是你看他這個蕭之很有散 來跟你說我要跟你訪問 但是他也是有對中國強硬的地方 包括德國有一個叫做復興這個信貸銀行 他宣布說我們不再提供給這個中國的這個低利息的貸款 那這個銀行本身其實他就是類似他們自己本身的開發銀行 他會資助給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那國際他有資助給中國 那這個部分就說我們現在不資助給你的 然後第二個是德國的護衛艦 他在八月的時候要停靠在東京 然後而且還說這個日本跟德國兩個要合作 軍事上面合作要聯合抗中的這樣狀況 所以你看就是好像現在各國都是這樣 我跟你中國我們是軍事上 可能我們跟你要唯獨你 但是說到有商機的時候 我還是想要跟你賺賺錢的一個狀況 人民幣還是很香 對 所以就變成是有兩手策略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為什麼德國會做這樣一個選擇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消之不得不為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德國非常重要的幾大產業 比如說包括像德國的機械業 德國的化工業 甚至德國的汽車業 其實他們過去都跟中國綁得非常非常深 特別是德國的汽車業 那幾年前的時候 德國的這個Volkswagen 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廠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就因為他在中國賣得非常好 他在中國可以賣到幾百萬輛 所以他為什麼能夠擊敗豐田 豐田在中國反而就是一個小咖 那他為什麼變成全世界第一 就是敗中國市場所示 所以你看現在Volkswagen 大家不是都說要離開中國 他反而在繼續投資中國 他要投資25億歐元 他現在最新就是在這個消資料訪問之前 要說我要再投資25億歐元在中國 那事實上為什麼這樣 是他之前還投資了7億美金 如果大家記得非常清楚的話 他買了小鵬汽車 買了小鵬汽車 約莫是5%左右的這個股份 變成他第三大公司的股東 那他這25億是準備在合肥投資 而且他合肥投資要跟誰 又跟小鵬汽車合作 等於是在那邊弄一個所謂生產中心 還有新創中心 所以他並沒有放棄中國市場 很多其他外資是在撤出中國 他又在投錢 因為他們已經這個 我就說他中國汽車 佔他的銷售量的四成 他能夠離開嗎 那不只有他 你看賓士 寶石姐 BMW也都是一樣 那你看 因為他們去年整體在中國的銷售 你看賓士銳減了12% 寶石姐下降了24% 然後BMW下降了3.8% 對不對 那你更不用講 最近一段時間 這個中國載整個新能源車 是瘋瘋活活 他到全世界去 因為現在德國也想要 往新能源車發展 但是他發現到去年第12月的時候 去年12月 單月 中國已經佔全球的新能源車 產量70% 所以他這樣 那你怎麼辦 你必須要跟中國合作 所以為什麼Volkswagen 要跟小鵬汽車合作 要跟他互相設這個 所謂生產跟研發中心 其實其來有志 他也知道說 我可能要跟中國 看看怎麼在電動車上面 合作的一個狀況 另外第二個 他這一次會到哪裡 會這個 我們知道 這一次他有在上海 跟很多德商見面 那為什麼上海很多德商見面 實際上他們在那邊 有一個叫蘇州的泰昌寺 蘇州泰昌寺在哪裡 如果你從地圖看的話 他約莫在昆山的北邊 然後上海的西北邊 這樣一個狀況 他距離上海大概50公里左右 然後那邊有非常多德國的 德國公司就是 他都聚集在泰昌這邊 我們台灣就是在昆山 對 在蘇州 他就是在泰昌 那這個目前為止 他們就說喜盈 我們有第500家 德國企業到這個地方去投資 500家 對 500家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德國之鄉 很簡單 結果沒想到人家就說了 那這一次 這個中國跟美國 這個美國關係不好的時候 請問這有沒有撤離 根本沒有人撤離 所以500家都沒有一個車 沒有撤離 反而越依賴越深 那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以中國 以德國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你看他一半的東西都出口到中國去 包括我剛才講的化學品 電腦 還有太陽磁 太陽能電池 稀土等等這些東西 那甚至連這個西門子的這個老闆 就說得非常清楚 他說我們德國說要擺脫這個中國 不可能的事 他說如果真的要做 至少要耗費10年以上 才能夠慢慢的跟他脫離 所以他為什麼蕭之 你看蕭之從他上台以來的話 強硬的態度 一直到目前為止 略為在經濟上面轉向 你也可以知道說 其實德國沒辦法 他依賴中國是依賴的蠻深的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德國德氣 現在都還在這個中國參訪當中 會談出什麼樣更新的一個合作案呢 我們繼續看